马上进入BO3的第二队队 对的 我们也是伴随着梅塞德斯奔驰 进入到我们的召唤石下坡当中来 安华 上去 安华 安华 上去 安华 上去 安华 安华 加油 安华 安华 加油 这个上路除非是 这里直接上这个位置的话 圣墙哥是走不了了 直接西叶一屁股坐下来 做掉这个衣血 被消耗的有点多了 看一下 这里想要动一下西叶 这是可以直接冻住的 冰住 再接一个大招 打到了之后再接大招 这一步应该是死了 郭郭直接拿到这颗人头 塔姆过来 但没有带人 没有办法打吗 还打吗 但是Sneak的双人路都在这 闪现 神域Q技能跟上了之后 塔姆这个位置是有闪现的 但是要踢下来一个 有五千 应该是很难走了 这里是直接 交一个闪现双招 这一波相当的灵性 直接闪现的话是走掉了 但是Magic残血 直接是被 圣枪哥给收了呀 而且后手进场的西叶 也没有办法保住自己 这里要直接 福亮竹的控制接一套 但是输出好一点 没闪啊 西叶这里没有闪现 这里的话是让郭郭过来 人头应该是可以 蝴蝶拿到了 蝴蝶吃了 直接撞一下 不不 这个一点也不强了 感觉手 滚回来 滚一口 这个位置 再踩到夹子 EQ挑起来 富兰佐这手的有点勉强 但这里 反正换掉了对面塔姆 这是 诶 诶 这里 到底为什么还要撞上来 哇 这波双风好像在下路赛马 中国这里再把线给推进去 又往上走 西叶这里依然是平行号 这一波是直接要强越上 这一波 TP了 TP到后面一个大招 垂起来蛤蟆 不打女警直接打蛤蟆 想要强杀 但是进去了之后 蛤蟆还是一口吃掉了女警 而且后手进场的话 塔姆第一个死 这一波的话 我能看一下 普人色有点危险 直接闪现出黄子的坑 也没有发育特别好的 也没有发育特别不好的 直接撞出来 这一招撞出来 想要杀腿哥 闪现 两个闪现 加配偶这大招直接杀掉了 同时塔姆这个大招好像是取消 还是 应该是被打断了 非常果断 正面的话塔姆也是被打成残血 但是进来的时候 加利奥盖大了 盖大下来直接击飞两人 哇 Kristo直接被 Messlick一枪点死了 在被嘲讽的时候 西叶这里被打出一发 布隆的被动 但是塔姆直接吃掉了 还能杀吗 继续追好像追不到了 直接嘲讽了 下面直接打一套 这个位置要留下 塔姆又是被钉到了 这里Matic能走 但是塔姆又是被卖掉 塔姆回顿没开出来 直接挂了 女警三千套出来了之后 这里 圣枪哥直接开团 开三个 配合着布隆的大招 但是这个地方 要杀龟色 进场了之后西叶直接开了金身 这个位置的话 再盖一下 军给说 这已被表了 957的把伤变大 看一下这部要不要上нее锤一波 直接挽回锤了两个奥恩率先阵亡 骚粉的血量非常低 但是布隆已经蓄起了防道门 avi還在继续打 进步了 还差一刀 看下能砍到吗 没有砍到 但是郭郭杀掉了 还要杀 哇 直接点掉了 而且还要开车 继续追杀957 但是走的位置有一点偏 那这波直接可以拆中塔了 这波的话 应该是想把人比起来 unity了 但是这样的话 哇 这一波直接选择打 正面的话是开到一个弗兰朵 弗兰朵在这个位置 麦芷克要打大龙 麦芷克在这里 一个人把大龙给打掉了 而且正面 蓝色方 几个人被加里奥的进场 直接全部打残 这就是开始说了 为什么不能先打大龙 因为他们要被一个盖大 直接给大招 这波没法打的 这个话还没上蓝天 又开大再守一波 这个位置看起来有一点想开 回头打一套 这个位置的话直接打 皇子有点难受啊 这里直接皇子阵亡了 哇 这一波 而且路也有点危险 麦芷克这边被撞起来了之后 直接一个水盐解开 这个的话感觉有点难受啊 但是麦芷克这里有点无道输出 再点一下 伤害太高了 Q技能 合并使者直接收掉了之后 后续一个大招能R死吗 没有R掉 原来我们这个时候 手就太短了呀 中路的水晶复活 W准备破三路 然后去逼这个大龙的 直接要 又开了 这一波的话开的是下路 但是正面的话已经进场了 想要杀郭果 那现在云姐又开始 无压力输出来啊 没有人控制他 这里又开出一个盾 还没死 但是正面 鬼哥先死了 郭果现在是残血往回撤 升降格被点了一下 残血走开 这里的话打出一个春哥甲 应该是没法走了 被夹子压起身 这个位置踩夹子 一发平A MISTAKE收到这个人头 最后这里 看能不能奥王开个大招 没了第二个门牙也是倒地 直接打一套 这里没办法 直接吞一口 但是中单也是阵亡了 撞一下 这样的话 最后应该是MISTAKE能够 通过自己的这个 通过自己的水晶弯刀吸回来 那这样的话 拿到8116116116 我们恭喜大V 在这场搬回一程 搬成1比1平 这场搬回来 是MISTAKE能够 在这场搬回来 MISTAKE能够 MISTAKE能够 MISTAKE能够